今天我们谈这一个2.4跟2.5 暖暖的section 第一部分我们谈这个比较特殊的系统 这个解能够解决 用到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解法 很快的就可以解出来 第一部分叫couple system 这个decouple system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x'T'Y'T DNS'fx'V'Y'Z'C'Y'A'T'Y'C'Y'A'F'Y'A'B' meeting 這兩者是互相獨立的,X跟X有關,Y跟Y有關,這叫Decouple System 像我們看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做了以後你就知道怎麼去解這種問題 例如說,DX的T等於這個負2X,DY的T等於這個負Y 那麼很簡單的,你只要分別的去把它解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叫1,這個叫2,Solve,1,2,Separately,Independently 1的部分呢,DX的T等於負2X 每一個人都知道,它的general solution Xt等於K1,1的負2T 2呢,DX的DY的T等於負Y,這告訴你你的YT,general solution是K2,1的負T 所以呢,the system has general solution the system,它是Xt,Yt,OK 我們就把它寫進去 K1,1負2T,K2,1負2T,Q,K1,2,concent 所以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麼我們來看一點點special的情況 special case where k1 then k2 then e的手 我們有非常簡單的solution curve 你知道你的xt yt等於1的护2t 1的护2t OK 所以你的xt等於1的护2t等於1的护2t的平方 1的护2t是yt 所以你有special solution 滿足x等於y平方 那麼在你的face plan上已經很容易畫出這個solution來 in which case 在你的face plan上 各位注意啦 好 因為他們都指數函數 所以x跟y都是正的 所以你的圖形現在出現在這個地方 OK 你現在取k1 then k2 OK 那麼這個解呢 它都出現在first quadrant OK x等於y平方 OK x等於y平方 好 好 好 那麼 從這個 他們的form來看 t位大他們HG0 所以這個解呢 是像這樣過來 OK OK Approach to 0,0這個 equalium point for equilibrium solution OK 好 剛剛我們提到 這是一個特殊的狀況 因為圖很容易發生出來 現在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special case 叫做partially partially decouple system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要嘛像這個樣子 that is ok x' t f x y' 等於vOW xy 一個 跟他自己的x有關 一個 妳的y呢 會跟xy有關 或者 with x' t y' t 等於v verwxy y' t 等於v�y 這兩個沒有跟其他的變數扯上關係 但另外一個會扯上關係 這叫partially 部分的 這個也可以解出來 我們看一個例子 dx dt dy dt 找個例子 例如說 2x加3y 是-4y -4y 2x加3y 各位看一下 你的情況就這一個 x'跟xy有關 y'跟y有關 把它叫做3 這叫做4 always do這個 first 你先去解那個最簡單的 ok 沒有carboard 先去解 解完之後再代入上 好 我們來看4 dy dt 等於忽視y 那這非常容易 是吧 所以yt general solution 是等於k0 1的忽視t 是吧 把它代入 上 你得到 dx的t 等於2x 這樣3倍的 y是你的k0 一忽視t 那麼各位注意看 這是一個first order equation 但是是 inhomogeneous x'-2x 等於3倍的k0 一忽視t ok 這是這個 非其次的 first order equation 那這很簡單 ok 首先呢 你去找 出它的harmogeneous solution 那這個很簡單 那這個很簡單 ok 接著呢 你去找 particle solution of x'-2x 等於3倍的k0 一忽視t 那麼這各位會 很容易 因為你的右邊 是指數元素 你知道怎麼去設定 這個解的樣子 ok 所以 這個harmogeneous solution 非常非常容易 是吧 x'-2x等於0 所以你的這個harmogeneous solution 等於1的2t 但是呢 general solution 所以是k1 1的2t ok 另外呢 你現在去找這個harmogeneous solution 另外呢 你現在去找這個harmogeneous solution 你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這指數元素 所以呢 它的解的樣子 也要像1的忽視t一樣 ok 所以onsens x x particle solution x x p t 等於 某一個常數 乘上1的 忽視t ok where to be determined 代入 代入 我得到了 x' 所以是 互4 r1的 互4t 減掉2x r1 1 互4t 它要等於 3倍的k0 1的互4t ok 那麼 把這些1互4t呢 全部除掉 變成1啦 ok 你得到 互4r1 減2r1 等於3倍的k0 所以你得到 互6r1 等於3倍的k0 那麼r1 你得到了 互6分之3 k0 互6分之1 k0 互6分之1 所以你得到 particle solution 就是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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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HT 加上XPT G K1 1的2T 加上XP 乎2分之1 K0 1 乎4T 所以這是你的X 所以 Generative solution 我原先這個partially coupled system X' 等於2X加上Y Y'等於乎4Y X X X Y X K1 1的2T 這邊K1寫大一點 加上乎1 K0 1 乎4T Y 你早就早出來了 Y是等於K0 1的乎4T 各位 各位 這個地方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你的K0會影響到這邊 OK 所以 你要特別特別小心 OK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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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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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負1,這邊是負1,這邊是負2 這個隨著T行進的話,它去進行0 再勾注意看一下,你的0也是一個equilibrium point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個sy這個face plane上 護12,你把它看成一個向量的樣子 負1,2 那麼,你的初始點如果落在這個射線上 它會跑向equilibrium point 或equilibrium solution都可以 如果你的引力的橫力線是在這條直線的,在第四向線 那麼,隨著T行進呢,它會跑向這邊來 所以你看到非常特殊的解,就是直線解 那麼直線解在很多時候,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點像如來活長這種角色 各位在維修的時候,一些特殊的這個點 它會提供你這個肩進線,在那些特別的地方 OK?那麼,當點去進行這個特別點的時候 那麼,它土會貼著那個如來活長,在跑 諸如此類,這個都會提到 所以各位,剛講了Complete Couple System 也講了Partially Couple System Partially Decouple System 抱歉,Decouple De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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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你现在都会解了啦 那么我现在有一个remark 我知道我的second order equation 永远都可以写成 always can be transferred to first order system 环子不对 我们看那个first order system 你可以说我可以把它变成second order equation 基本上几乎都不可能 但是呢 比如说 x double prime OK plus ax prime plus bx 只要等于0的话 这是second order equation 我永远可以设定 我让y等于dx dt OK 那么我得到了y'就是x double prime 就等于从这边你得到 -a x prime -bx -a x prime -y -bx 所以你整个 second order equation 就可以写成 dx dt dx -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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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在这个地方 -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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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first system 那么现在我们谈的是 first order system 当时我们谈的是first order equation 之前 我们谈了x prime t 等于 autonomous 简单的说 x dx dt P等於FOX autonomous 那麼 你用切線 說這是你的解 我給你一個初始點 在T0的時候 你有T0 X0 那麼 你對這個時間做切割 丟到T 那麼 你這邊呢 會有切線 斜率呢 是DXDT OK 在T等於T0的時候 那麼 經過一個time step之後呢 你用這個點 來取代 原來真正Solution的這個點 OK 因為你 你也許解不出來嘛 所以你用近似值 來取代它真正Solution的點 OK 那麼這個點呢 把它叫做T0加丟到T 這個 X1 也就是X1 T1 那麼你的X1呢 錄在這個切線上 所以X1 等於X0 加上 DXDT 那麼 你已經有這個 slope field F X0 那麼T-T0 就丟到T了 OK 那麼 那麼 你再從 再由這個X2呢 就等於X1 加上 slope field F X1 丟到T 一直過來 然後你得到 好多好多的點 然後把它 用這個直線把它連起來 叫做 Approximation Solution OK Now 我們現在在談的是這個 First Order System Autonomous 那麼 一開始呢 你數字東西 你一定要給初始條件 OK Given X0 Y0 也就是 X在T0 的直 Y在T0 的直 你T0 當作Initial Condition OK Initial Time 我給你一個點 這個點是給的 OK 那麼 當然 或者你可以想成X0 Y0 都無所謂 OK 那麼這個數呢 是給的 OK 都是給的 例如說13 25 之類的 OK 那麼這整個觀念呢 是來自我們這個維基因裡面的這個 在維基因裡面我們學過了 直線的這個 這個 向量方程式 OK 一條直線在空間上 有幾種 記不記得 有 向量的方程式 有所謂這個 對稱方程式 那麼 有所謂 存量方程式 OK 我們先用向量方程式來討論 這個 würd 一個 一個 就 Let's 然後 讓大家 會產生這一個所謂相當值函數 這是它的空間曲線 你要描述認了一個直線的時候 這當然是曲線啦 對直線而言 你的X跟Y 如果它經過X0 Y0 那麼它的方向向量 一個直線會有這個方向的向量 這樣U1T 這樣U2T 這個一個直線L 給你一個點X0 Y0 這邊認了一個點XY OK 這邊有一個 描述L的向量 那麼認了一個點在L上 一定滿足 這個所謂向量方向式 你的U1UT 就你的L 是方向向量 OK 那麼這時候 T等於0的時候就是XY OK 好 那麼現在你想想看 如果 如果 這是我的Solution 我的這個 First Order System 我給你一個初始點 我的T 隱藏在 SY是T的函數 那麼現在在T0的時候 我印到S0 Y0 OK 我做切割 這是我的T1 這D2T OK 那麼 各位注意 在這個點 你會有所謂 我們的系統 記不記得 DXDT 等於F XY DYDT 跟Y OXY OK 所以呢 過程就把它寫成 DY DT 等於F Y 相量表述 相量表述 那麼DYDT 在這一點呢 當然它跟你Solution的客戶 相切 當我沒有漸透的時候 就代表 點 當我有漸透的時候 就代表相量 所以 沒有什麼好 混亂 我現在呢 在下一個點的時候 OK 它本來印到 我真正解的某一個點 可是我不曉得這個解啊 所以我現在呢 要在這上面 做一個近視值 我要找出Y1 Y1 既然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間外出一個直線 是吧 那麼 就等同於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 馬上回到這個 線性化函數 OK 此時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這裡要直線 你這裡要直線 L OK 這裡要直線L 這裡L 要紅色的 注意看 它經過 它經過Y0 它平行方向向量 F Y0 這個角色 注意看 這角色呢 等同於這個 U OK 那麼 你的Y0呢 就是X0 Y0 OK 那麼 上面的一個點XY呢 就等同於這個Y1 但是我現在時間呢 它的差距只有丟到T OK 所以Y1找得出來 所以OIL的MESO 一開始的時候 4 DX的T F OXY DY DT OXY 首先 這VACFIELD 是Given 也就是說 它有給你這個函數 當然這個呢 也可以寫上 你Y的T 等於你的F OXY OK And 它要給你初始條件 X在T0 X在T0 Y在T0 Y在T0 Given OK 數字條件 還有呢 Time的這個 Size 時間的這個 長度 OK 掉到T OK 好 6 你呢 要從 所以你現在用這個符號 Y DT 等於F Y 你現在要由 Y0 來找出 Y1 近視值 真正解的近視值 OK 那麼Y1呢 當然 Y0 加上 是吧 你利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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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量放成4 是吧 Y0加上 U就是你這個 F這個向量 加上 這個時間 如果T0 等於這個 0的話 那麼 Y1 等於Y0 在這下一個 step的時候 T-0 T1-0 就是 H 就是 T 因為T-0 等於T OK 那麼 因為你的時間 現在是 在1的時候 叫T1 OK T1就是 T1-0 等於T2-T1 等於T3-T2 OK 一樣的長度 OK OK 好 那麼 如果 T0不等於0 你的Y1 你的Y1呢 就等於Y0 加上 F Y0 T1-T0 OK 所以各位注意看 當T 等於T1 等於T1的時候 你就得到Y0 OK 這唯一的差別 好 所以現在圖 我們來看這個圖 啤酒 是 XY OK 這在這裡的解 這裡的 Y0 在Y0的这个Vector field 你现在得到Y1 或者用Y1就可以 接着 在Y1的时候 你找Y1的Vector field 你就会找到Y2 Y2 等于Y1 加上 你的方向向量 在Y1的方向向量 从这样掉到T 看一下 这里的Y0 这里的Y1 就是Y2 接着呢 在Y2的时候 你找Y2那一点的Water field 你会找到Y3 你会找到Y3 把这些Line Segment 这样连起来 看你要做几次 那么你就看到 它的Apossimation solution Numerical Apossimation solution OK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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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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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1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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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form oil missiles okay in summary given system okay that is why is given the x the fxy dy dt u xy given system initial point initial condition y x t 0 y t 0 x 0 y 0 簡稱 y 0 and time step y 0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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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x correct? reduced x 平方 x conduct x Investix60 x 逼 harm called a casual xib telling x ก xern hablar EP boost x 数 victim лож x大概 x ten xabberg Bell ok ok 各位注意了 你的系数里面有平方 所以这是一个非线性的放冲式 ok 你只要产生不是一次方的这种东西 那么一定是arnos Mercury 把它畫成這個System 你看 dx dt equal y 那么 dy dt 就等於 把它寫在旁邊 等於 dx 平方 dt square 所以等於 1 加 x 平方 x plus y 減掉 x 你把這兩項移到右邊去 所以變成 1 減 x 平方 1 減 x 平方 y 減掉 x 這是完全 coupled system x 的導數跟 y 有關 y 的導數跟 x 有關 所以它是 complete coupled 它是結合在一起的 基本上你解不出來的 它用這個來做 numerical scheme 它有 given 你的 f y 在這個地方是等於 y 1 減 x 平方 y 減 x 是給的 OK 那麼它的 initial condition 我寫下來 等於這個 x 0 y 0 就是 1 y 1 你的這個 time step 等於 0.25 這三個東西都有了 你現在用 oil and mess 你得到Y1等于Y0加上FY0 T等于Y0是11加上 把1带进去 1-0是互1 0.25 你得到 1加0.25是1.25 1-0.25是0.75 1.25是0.75 各位,我来画这一个Y1给你看 各位要非常小心 这是你的X 这是你的Y 这是你的Phase Plan 处子条件是E 各位注意 这是1 这是1 这是2 这是2 你的这个 在Y0的Vector Field 是1乎1 它从这边出发 它从Y0出发 那么 它往 你的这个方向向量是1乎1 1 1 乎1 所以呢 它现在跑到 这就是你的F Y0 在这个地方 OK 我们在维恩学过 向向是一个家族 OK 只要是大小一样 方向一样的 叫做同一个向量 所以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看你的Starting Point在哪里 在我们这边呢 各位可以发现 我的这个 LY0它的Starting Point 是Y0 所以它现在呢 你的LY0是从这边到这边 OK 那么你的Y1一定落在 它所形成的这个线的某一个点上 OK 现在我们 因为我现在要继续发这个图 所以我现在用这边的黑板 那你的Y1 Y1 是1.25 这是1这2 1.25 你的高度是0.75 那么它一定落在这个直线上 因为这个公司告诉你 它一定落在这个直线上 所以你得到 你的这个Y1 接着再做一个 所以呢 你现在Y0 等于1 1 Y1 等于这个 1.25 0.75 你的Y2呢 你的Y2呢 是Y1 加上F Y1 就用丢了T Y1是1.25 0.75 加上F Y1 那么 就是说 Y1 所以说 所以是0.75 1 減掉X平方 1 減掉 1.25 平方 乘用Y1 Y1 是0.75 減掉 減掉 X 就X1 減掉 1.25 1.25 OK 成功 0.25 0.25 你知道你的Y2 那么计算结果呢 Y2是等于 Vector� Vector fields Vector fields 0.3 3 OK 那么 Vector fields 這就是這個 這裡的 Fy1 它等於 0.75 負1.67 好 各位注意 你現在外望在這個地方 那麼從這邊出挖 你要朝向這個向量 OK 0.75 確認一下 0.75 這是負1.67 你得到 整個F Y1 OK 那麼 你的Y2在1.44 1.44 還有這個 0.33 0.33 在這邊 0.33 1.44 這大概是 你的 Y2 OK Y0 白色 白色 是Y1 這是Y2 OK 不要剪圖 不要剪圖 所以你現在得到 Y2 它在Y1 1.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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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你多畫幾次之後呢 你得到一個 非常非常奇怪的圖 OK Summary Solution What is the initial condition? 1 1 你到底解答 AS 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個解 它呢 離開這個 注意它 0 0 是一個equilibrium point 它呢 離開這個 equilibrium point 然後呢 趨近像周期解一樣 趨近像周期解一樣 它是一個 almost closed curve solution curve and 對T而言 XT跟YT呢 幾乎像周期解一樣 我們看 Essentially periodic Essentially periodic Essentially periodic 這邊有兩個東西 你第一次看到 almost closed Essentially periodic 它不是周期解 可是呢 eventually 會接近周期解 對XT跟YT而言 OK 那麼 這個解呢 當然你可以看 它根本不是 它從這邊出發 它根本不是closed curve 可是呢 當T氣均無雄說呢 它其實接近一個所謂周期解 它會貼著它走 這時候 你的如來火掌 是某一個特殊的周期解 然後 你從內部 在這個周期解之內 出發的話 一定會跑向這個周期解 從外頭出發的話 當營業condition 你呢 會跑向這個周期解 所以這個如來火掌 你第一次看到 它不是equilibrium point 它呢 是一個period solution the vulnerable equation 我們還會陸續提到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